我们来看看 怎么样在树莓派上面 建立一个laitech环境 那打开了我们的树莓派之后 我们可以先 装jupyterlab 我们用pip3 这个套件管理工具 那jupyterlab 现在最新的百分之3.0.1 但是他不支援我们等一下用extension 所以我们选2.2的版本 好然后就等他安装 安装完之后我们来试试看 他们的正常工作 OK会打开一个视窗 然后我们进到 localhost 来看看 好那第一次打开如果没有设密码 他应该会长 像这个样子 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情 先ctrl c把它关掉 然后打jupyterlab generate config 好然后记得这个位置 我们就 改 这个位置的configuration file jupy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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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ebook 不是jupyter server 还是jupyter notebook 有时候要 有时候会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来确认一下 先ctrl x回出来 再一次看看 再一次看看 它叫overwrite 写成default 好那我们先来试试看 一样去编这个档案 那我们就 那我们就 ctrl w来搜寻 allow remote access 有一个 有一个 node dupe app 点allow remote access 我们把它代成 true 然后再打下一个 好 这有一个lab app 就是jupyter lab 所以它应该是 现在这个configuration 既有 既有 既有jupyter lab 又有jupyter notebook 所以我们就要注意 要改到的是jupyter lab 那remote access 改完之后 我们来搜寻.ip 那我们找找 这个 nodebookapp.ip 嗯 这是listen on 我们把它改成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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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意思就是任何的 进来的ip位置 它都会listen 代表我们可以用外网来 连到它 然后下面 我们来 把open browser 关掉 这里有个lab app open browser 我们把它改成 false 再开一个 这有个nodebook 这个 pulse 好 这应该就 再一个应该是 allow origen 我们把 allow origin 改成 星星 新字号 就是外网可以连 诶 这个不要动它 检查一下 这里有个lab 对 这样子 然后检查外面 误杀 不要改到这个底线patch 好,确认完之后 我们就ctrl o 然后储存 ctrl x 跳出来 那现在再一次 在这之前 我们先gubiclab 然后password 就可以去设定密码 no such directory 好,没关系 好,没关系 我们直接 打开来看看 它要办公室 那它确实不会打开 热心的视窗 我们就localhost 看一下 再说token 嗯,因为我刚刚是把3.0的版本移除掉 然后现在再 灌一个2.2的版本 不知道我刚刚的密码是不是 有被正确的出租 token 嗯,它叫我拿一个token而设密码 嗯,我想一下 这个可能 不给我过 是为什么呢 如果没有,我自己建一个加价 不行吗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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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可以嘛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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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OK,意思就是现在我已经在设密码的路上 好 copy and paste 想一下,乖乖 set up a password 乖乖 好,先关掉 那现在jupiter live 打开没有错 可是接下来是要token的吗 macbook24 对 试一下 好,检查一下他给我的token在哪 token应该在这 Copy 然后 Copy 这应该就可以了 OK 然后你再细节 关掉它 然后它也开了 然后再一次的 进到我们的localhost 然后看到输password的部分 先输刚刚设定的password OK 这样就没问题 好 那下一件事情就是 我们要从外网去把它打开 那我们先看这台收尾派的位置 我现在从type-c 把它位装成以太网络 连到MacBook 然后呢 assign的it位置是10.55.0.1 所以我们就进来这里 10.55.0.1 然后8888 就可以看到 树莓派 是不是打出 没有 树莓派的位置 那我就进来了 python 的界面 那我们就可以 执行 那现在当然我们是在 其实是在树莓派上面写程式 那我可以比如说建一个资料架 这样子 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会看到它的更新是 在树莓派本地上面 好 那第一步就完成了就是 安装Jubitry Lab 那第二步的话我们就来装这个 Network Network 哦还有 嗯 可能 你要装这 几个套件 第一个是 pip 这个python的管理 版本管理软件 那第二个的话是 你要装Sella Tools 还有这个 这个Lib 才可以 还有这个CFFI 才可以顺利的把Jubitry Lab 装上去 好 那下一件事情就是 这个我们来装 Jubitry Lab上面的LightType工具 那 现在装这个 Jubitry Lab 那实际上它是需要 呃 NodeJS 所以呢 其实我在这边已经装过NodeJS 那 那让一些人知道怎么装的话 那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这流程 实际上 我们现在NodeJS10 所以可以执行这一个 就是把某一个位置也加进去 然后我们到 Devd 就到了 node sourced com setup 然后 15.x 然后 sudo da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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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然后因为我已经加过了 现在只是在checkupdating 对那他会自动帮你去run 你已经加进repository完了 那接下来就是去run update这件事情 然后呢你就可以run这条comment上面还接下来 然后来安装nodejs 那我已经装过了 所以他就直接告诉我装完了 那装完这个nodejs之后呢就可以去装刚刚这个lab extension 装完之后我们就来执行这一个 就是 把gipyta lab extension给打开 那他可能要一段时间 要一段时间就会帮助 那他可能要一段时间就会 因为装备了 那你即刻的 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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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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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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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